前一年的时间 韩国小天王Rain的排场 已经不能跟往日相比了 为了明天开跑的Rainning Day演唱会 小天王特地早一天来到台湾 让机场差一点瘫痪 大家好 我是Rain 新年花了 记者会上的Rain感觉很趋劲 一身戏装打领结 让现场的粉丝尖叫连连 主持人陶金也在现场 考起了他中文 但目前已经成为帅气指标的他 也对自己的单眼皮神具信心 以前是非常困难 现在是非常满足 而且其实韩国也开始 已经有多人的眼睛 开始开始 歌地演唱会上总是有肉肌肉 让歌迷尖叫的桥段 当然台北这场也不例外 瑞说自己很爱美食 不太会因为结实来保持肌肉男的身材 太厉害了 尤其他人集完 太厉害了 大汗 演唱會還沒有開場 早在半個月前 就歌迷前往打地鋪排隊 問及這位韓國小天王的感覺 任也展現了難得的幽默 有了新聞理事號 我以千元採訪報導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這個新聞出了一點差錯 其實剛才這個是他記者會 到台灣來的這個 對 今天來台灣的記者會 最新畫面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 就是他在香港代言飲料簽約儀式 我們來看一下 穿上藍色軍服的RAM 昨晚在3000多名 來自亞洲各地的粉絲的見證下 加盟某汽水品牌 使他成為紀州杰倫 蔡依林等歌手之後 成為該品牌的第10位代言人 露出迷人笑容的他 站在飛碟上從天而降 他不斷向粉絲送上飛吻 還哄他們 他坐在大會安排的古董車 繞場一周 發唐國給歌迷 讓全場歌迷為之瘋狂 觀眾席上我們發現他父親的身影 他的父親全程見證 兒子的簽約儀式 因為他沒有在許可 堅持的美女 大家都可以更幸 長了 很棒 然後 後來 都會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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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當然不會吝嗇自己的好身手 在現場大秀舞藝 他與大批舞者跳魚三舞 大家在台上一同打開雨傘的時候 他一拉便把雨傘的把手拉斷 不過有豐富經驗演出的任 立刻裝作若無其事 迅速把壞掉的把手收起來 當有記者問起 他是否以兩億台幣的天價加盟時 他的韓語翻譯居然在台上 拒絕代為翻譯 讓全場記者不滿 連品牌的高層也不讓大家問 真的太扯了 別以為這位翻譯的韓文有多厲害 當大家問任與王力宏合唱完美的互動時的感受 大家當然聽不懂 這位翻譯小姐跟任說了些什麼 不過任的答案顯然是答非所問 這種事情真的很令人傻眼 娛樂新聞兩碗全流天影 香港採訪報導